看到是民進黨總統參選 蔡英文的台縣造勢活動 現在在桃園平鎮舉辦造勢晚會 現在蔡英文正在發表談話 更表示說他的治國能力有問題 在2008前之前 也就是在競選上一次的總統大選 競選期間在2007年年尾的時候 當他提出633政見的時候 金融海嘯已經有很明顯的徵兆 但是馬總統還是不斷的吹噓 他的633馬上好 股市上看2萬點 表示總統對於整個國際精緻的情勢 還有對於台灣的產業的現實 完全沒有正確的掌握 很清楚的認識 這種人這樣的執政能力 我們是不是要質疑他 是不是要質疑他呀 沒有我們期待的執政能力 我們還要給他再做4年嗎 我們還要再給他做4年嗎 我們不支持總統連任的第二個理由是 馬總統沒有辦法捍衛我們國家的主權跟尊嚴 昨天馬總統再一次的強調說 中華民國是國家 台灣是家園 我們要告訴馬總統說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大家說對不對啊 我們在國際的場合 從來沒有看到馬政府強力地捍衛中華民國 也只有在國內做文宣的時候才會提到中華民國 尤其是當對岸的中國 遇到對岸的中國的時候 在國際上的時候 中華民國常常就不見了 另外一方面 馬總統從來不認為說 台灣是一個國家 他認為台灣是一個地理名詞 但是我們要告訴馬總統 台灣是具有一個主權意涵的名詞 而且名詞是一個國家 大家說對不對啊 在國家認同的立場上 馬總統不斷地向中國靠攏 不像地和對方和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的原則 這樣不能捍衛國家主權和尊嚴的總統 我們是不是拒絕再讓他做四年好不好 我們第三個不支持馬總統連任的理由是 馬總統讓台灣的經濟失和 貧富差距不斷地擴大 過去的四年 事業裡始終高居不下 實質所得不盡反退 甚至退到十三年前的水準 貧富的人口不斷地創歷史新高 年輕的世代看不到希望 更看不到未來 這些都是因為 馬總統只會用短期的措施 來支應我們經濟的困難 他忘掉地說 台灣的社會必須要進行長期性跟結構性的改革 這種對於國家的大政缺乏通財的思考 甚至是短視盡力的這種總統 我們不支持他再做四年 大家說好不好 我們不支持總統連任的第四個理由 是這個總統真的很會花錢 這個總統不會理財 這個總統不會把國家的資源 用在最有用的事情上 我們在執政的兩千年到兩千零八年 在執政的最後一個階段 我們差不多已經達到政府的收支平衡 但是馬政府在兩千零八年 接下台灣的這個政府 這四年累積的債務超過一兆三千億 一兆三千億 這相當於民進黨八年所累積的債務 也讓了中央政府的債務 於而突破了五兆的大關 各位鄉親 五兆是很多的錢 如果這個世代 我們這個世代還不起這個錢 那就是我們下一個世代要還這個錢 而我們的下一個世代 現在正找不到工作 這對我們的下一個世代 真的很不公平 大家說對不對啊 這樣的政府花這麼多的錢 背負了這麼多的負債 可是我們有沒有感受到 他有替我們做什麼事情嗎 有沒有替我們做什麼事情啊 沒有替我們做什麼事情 民進黨執政八年 完成了很多的重大的建設 可是這一次我從南到北 到每一個地方去問 每一個地方的人民都告訴我說 他們沒有感受到 這個政府替他們做什麼 我們也看不到 這個政府有什麼具體的建設 如果看不到具體的建設 人民也感受不到 這個政府替他做什麼 而這個政府又花了這麼多錢 這個政府是不是沒有理財的能力 那麼畫面我們看到 是現在在桃園憑政舉辦的 這個造勢的活動 我們聽到了蔡英文主席說 馬政府針對這一回 633政見的這個跳票來道歉 那麼蔡英文認為 馬政府執政是有問題 那麼他也提到了 提到很多的理由 希望所有的民眾支持 要讓自己在明年 贏得這一回的總統大選 歡迎一個會議 再來看到是